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到 副总统赖清德在12月14号的下午 出席了花莲场次的公投说明会 并且针对莱猪表示说明 已经是做好了把关工作 那么莱猪是不会超过安全标准 符合规定要让民众能够自主的选择 同时要大家继续支持政府 最后呼吁民众投下不同意票 赖清德副总统全台公投宣讲破百场 立拼10月18号公投是个不同意 台湾更有力 10号下午赖清德来到花莲 参加民进党花莲县党部与立委范云办公司 在福隆饭店举办了公投说明会 赖清德向会场爆满的花莲乡亲说明 为何是个公投案 要乡亲投下四个票不同意 为台湾拼未来更有利 我说我们来带我们的企业 回来凤凰朝回来台湾到处企业 带他们打开一条路 带他们改革关税问题 大家有赞成吗 有赞成吗 你应该是这样的吗 对吗 他回来都会回来 他回来到我都团安心下去生产了 这次反来主公投就看下关税问题 这很现实 我报告说是怎样这项关税有关进行 我先给大家报告 政府是怎样 你比较好我们人民的健康 这比较要紧 在我给大家算认真前 大家想一个途律就好了 不要说带他们做总统 如果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做总统 你怎么会去 为了要贪心秘乡人民的健康 那些人贴手 那些人贴手 我看 没人嘛 没人是这样嘛 对吗 因为这是民主国家 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 那是没可能的事 不然我给大家报告 我创总统是怎样 你保护人民的健康 第一 就是国家标准 那这个国家标准不是一般的 什么 组织的国家标准 是联合国 国际食品发展委员会 来自专家学者所定材 全世界通用的 不是说美国的 来自你什么样的阵性 都会放进去 你如果抢个安全标准 不好意思 把你扒进去 你如果说在这个安全标准 以下 民众实用 没有安全的 没有健康的顾路 当然我们要给大家 因为这是国家的 无益的规定 对吗 我们很多商品 也销到外国去了 所禁锅的 也是国家的安全标准 这就是国家的无益 是吗 是 说一句 比较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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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求前总统 开放来无 也是经历这个标准 所以民众就赞行 是吗 吃奶油也吃八九年 也不是 台湾社会也没有听话说 有什么 在美国也没有听话说 有什么 有经历奶油的国家也没有听话 有什么 你这吃奶油有什么 你敢说吃奶油会怎么 这到底说不通 也不是 陈宇峰表示 特别在美术这一题 要城市向花莲乡亲喊话肯托 虽然利用小美琴未能够顺利连任 但是在她的任内 推动花莲的各项建设 都在陆续完成到位 让乡亲非常感念 现在小美琴在美国为台湾 为花莲努力打拼 将会让台美关系陷入僵局 恳请花莲乡亲继续做美琴在花莲的靠山 让美琴不孤单 为美琴助一辈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